到通天地有行外 思路風雲動盡中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融鬼谷子 一直以來我就在節目跟大家講 要減碼電子加碼傳產 一切我鬼谷子都講在前面 昨天所公布的CPI 再度震撼了 不管是美國跟台北股票市場 而這裡面的重災區 就叫做電子股 那你回到了三天之前 如果你聽從我給你的建議 把電子相關的個股減碼 不一定要全出 而轉到了傳產相關的個股 你能不能夠因此而賺錢 不僅僅是可能會賠得避開了 你原本沒有想到可以賺的 都賺到了 各位像是9958的世紀綱 之前漲了一大段 很多人覺得它可能還不錯 但今天直接灌到了跌頂板 漲多的股票你真的要去追嗎 以及6753的龍德造船 之前也很強 今天冷不防的 讓你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 直接跳空下跌 以及6215 在河村的部分 它也是大跌 2355 這支很多人都有了進棚 這個平台區直接被跳空跌破了 平台區被跌破代表它未來很危險 還有在近期感覺有準備要起來的 別人都在講今年相關的 四五賽相關的題材 奧運相關題材 結果根本就沒漲 它不僅僅是沒有漲 還跌破了這個平台區跟所有的均線 所以你去追這些相關的股票真的是不聰明 還有很多人想要知道了鴻海 鴻海應該怎麼辦 今天感覺被跌破了 那整體今天的節目 我會先抽時間跟你講鴻海應該怎麼辦 因為我知道很多的觀眾朋友 他都持有市場個股 因為大家都很愛去追股票 那麼什麼股票爆大量 AI伺服器漲就去講AI伺服器 上個禮拜台積電相關的設備廠 漲了又講跟COAS相關的 跟設備廠相關的 又全部都拿來講 結果近期不但是沒漲 反而還跌得非常的重 但是我跟你講的相關的股票 來看一下 像是譬如2359的索羅門 又收到了最高點 你買到我鬼股指的股票 我的索羅門 你買在任何地方 你都不吃虧 以及2009的第一桶 從現在第一档 你跟著我進場來買我的第一桶 到昨天都還在創新高 今天亮縮整理 非常漂亮的架構 以及8112的智商的部分 即便昨天有稍微整理 今天又漲了起來 又再創了收盤新高 還有我跟你講的新股票 航運的 沒人跟你講吧 域名盤中一度又往上漲 2605的新星的部分 直接創了近期的新高 誰跟你講航運的股票 只有我在節目 趁整個市場沒人在聊的時候 趕快跟你說 以及鋼鐵相關的 龍鋼的部分 昨天平台越過去 今天再創一個小波段的新高 各位一切我都講在前面 你去追那種整個市場很熱門的個股 或者是來追我給你的底部的個股 你看這一來一往 你去追別人的股票可能是賠錢的 你來跟著我的股票 你是賺錢的 這一來一往差別有多大 所以請大家做好判斷 現在來聊鴻海怎麼辦 鴻海在今天跌破的第一條的線 這一條叫做 這個衝刺線 而衝刺線一旦被跌破 它就有可能往第二條線過來走 我憑什麼說它會往第二條線過來走 我把其他的指標都叫出來給你看 從KD的部分來看 它是在高檔死亡交叉向下 而從MACD的角度過來看 它也是在高檔死亡交叉向下 柱狀體剛剛第一天翻黑 代表的這檔個股在極短線上面 漲太多了 各位從技術指標來看的話 它是漲多 之後它要幹嘛 修正嘛 所以它並不是翻空 真正翻空是什麼時候 MACD的快慢線跌到了零軸之下 它才是真正的翻空 所以從目前鴻海的整個架構的話 各位你還不用怕 因為它只不過是在整理 好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它既然要整理 它會回到什麼地方 第二條線嘛 第二條線就大概在這個地方 整體的價格 你去看一下 136136塊 只要136塊的鴻海沒有被跌破之前 基本上自然個股 反而是越靠近 你越可以投以關愛的眼神 好 你們想知道的鴻海 我已經替你解答完了 現在我們來聊聊 整個市場都很在乎的CPI 各位CPI 我在2月份的時候 我就怎麼跟你講 2月份的CPI就已經超乎了預期 CPI在2月份 上個月3月份所公佈的 年增3.2個百分點 這個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是它高於或符合 或者是低於市場的預期 結果它高於市場的預期 從其他的部分 把食品跟人員給扣掉之後的CPI 它也是高於市場的預期 而且 我就一直跟你講 今年你在我這邊 CPI都不會太好看 不會太好看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2022年 CPI是高基期 從美國的部分 標到了7 標到了8 最高還標到了9.1 一直到2023年 因為2022年很高 所以2023年它就會變低 因為它所面臨的是高標準 好 那相對來看的話 我在上個月就跟你講了 這個月你就要注意了 因為去年3月份 所公佈出來的 從6直接一口氣降到了5 降幅會變得非常的大 也就是去年的基期是非常的高 去年的基期已經變得非常的低 而它在3月份的降幅 跟2月份來比 又降了1個百分點 降幅又非常的大 所以今年的3月份 本來就很難降 我在上個月就說了 結果昨天所公佈出來的CPI 我在上個月還跟你講 聯準會的傳真筒 NIC小鮮肉 它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什麼它都不說 它就說什麼 強勁的CPI 上個月所公佈的強勁的CPI 不會改變 聯準會下個禮拜 維持利率不變的計畫 這就好玩了 NIC它居然不是說不會改變 聯準會降息不變的計畫 它是講維持利率不變的計畫 前兩個月所有的人都在等什麼 聯準會要開始降息 到底是降一次降兩次 還是降三次 去年估今年應該會降很多 今年到現在大概人家都覺得 頂多就是降三次 可能會降越來越少了 因為CPI在相對高檔 但它那個時候就已經 從它講出來的話 我就已經看到裡面 陰陽百合的變化 如果說未來一定會降 整體CPI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聯準會是降多跟降少的問題 為什麼 NIC他說的是什麼 維持利率不變的問題 他沒有講到 他一個字都沒講到 要降息 這就妙了 整個市場在當時都認為會降息 但他卻完全沒有提到降息這東西 我就已經知道三月份的CPI也會不妙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官員的訊號 他們對於今年降息的前景的看法 是不是會發生變化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三月份的CPI也非常的醜 怎麼辦 昨天公布了3.5 比市場預估的3點是要來得更高 那怎麼辦 全部都高於市場的預期 各位完全不用怕 完全不用怕原因在哪裡 因為這市場 我就說過了 跟CPI沒有關聯 整個就是政策會做多 從中國大陸跑出來的資金 會往台灣來走 而且如果真的它在 不管是年中還是年底 又降息的話 是不是會帶動整個市場經濟的發展 而且美國資金 它根本就還在放錢出來 左手的聯準會在鎖表 但是右邊的財政部 是在放錢出來 這一來一往還不是在QE 所以我在這個節目一直跟大家講 轉電子進傳產 整體市場多頭沒有任何改變 但漲舵本來就會整理 這都很正常 但是你要買對個股 我在近期一直跟大家說的 你要看的是誰 航運 各位 航海相關的 在赫伯羅特的執行長 他說了 庫存已經差不多了 今年的下半年 會很好 對下半年的需求轉去樂觀 所以你就會發覺到 當我開始在跟你講的時候 4月9號 我鬼故事生日的時候 誰跟你講這檔股票 2606的育民 沒人跟你聊 航海已經沒有人要聊 但是我也在節目跟你說 我看到的絕對不僅僅是 BDI今天反彈了 以及它的基本面 各位你去看這些基本面 都沒有什麼可以說的 你連新聞都看不到 但是這個時候沒有人要講 我來講 因為沒有人要買的時候 他會很好買 4月9號都還在相對低檔 而一直到了今天 有看到嗎 惠陽今天又創新高了 而在育民的部分 今天也創新高了 從新進的部分 今天也創新高了 所有航運的股票 市場沒人再說了 我先說 我帶你來做我的相關的股票 結果一檔接一檔的向上去表態 一切講在前面 那除了航運之外 各位你能夠低低的買 未來它越漲越多 這個時候你的操作會變得非常順利 以及像鋼鐵相關的股票 也是整個市場沒有人在聊 但是我已經看到了三大利多的部分 特別是碳權這一塊很好玩 碳權真的會很好玩 然後鋼的價格也開始在漲了 跟當時的銅一樣嘛 所以你看中鋼從低檔 慢慢的漲了上來 那這個 在這裡 在這裡 等一下 有沒有慢慢的漲了上來 那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中鋼購 也是從相對低檔 各位3月底 誰跟你講鋼鐵相關的股票 結果你不講我來講 中鋼購就漲起來了 包括了像龍鋼的部分 3月底 誰跟你聊鋼鐵 只有我鬼孤子一個人 甚至到了4月初 再跟你聊 都還沒有漲 但是我就是知道 我就是認為它會漲 到了4月9號 我生日也沒漲 但是我一樣在節目跟大家追蹤 4月10號 有沒有 來幫我拉近一點 直接就 藏鋼棒 突破了所有的平台之上 一直到 這是我會員相關的訊息 講過我就不再講了 一直到今天 4月11號 龍鋼又再創 破斷新高 我一切講在前面 而且我跟你分享的 這些個股都是市場 沒有人講的股票 跟我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 不管是重電 板卡 跟折疊相關 以及 這個 有非常多的股票 下個禮拜 下個階段 我再來說 如果你對我的股票 有任何的問題 你就來加入我的Lite 8 小老鼠GO888 我給你的股票 全部都是從低檔 整理完 剛開始要發動的 剛開始要發動的 不管是軍工 板卡 跟重電相關的 都一樣 連銅都一樣 我的Lite股 我的標股 實在是太多了 那你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你是要整個市場 已經追高了 暴衝了 來到相對高檔 暴量了 所有人都在聊 相關的股票 你才想要進場去追 或者是當市場 還沒有發覺 我鬼谷子先看到了 你跟著我的腳步 差別就在於這裡 你是要走在市場的前面 或者是去追人家的股票 今天我的生日的加碼送 请你注意廣告之中的電話 你聽我多少 我就聽你多少 在昨天大概有三個人 他其實昨天的名額 應該是已經滿了 但是這三個人就是 還在思考他要不要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說 不然你就先不要 我們把這三個名額 先釋放出來 所以今天還會有三個名額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就利用廣告時間的電話 跟我的專員做聯絡 好 導播 進廣告 一檔個股它到底會不會漲 裡面有非常重要的 叫做陰陽百合 這才是股票市場的法則 各位 股票並不是說它爆大量 它的財報很好 它就會漲 你有經驗你就會知道 當財報出來了 往往都是建高點的時候 當量能爆出來了 往往它就是要反轉的時候 那你如何能夠在股票市場裡面 真正賺到錢 並且能夠長久 穩定的賺錢 你要有方法 你的邏輯思考到底 你有沒有對 如果沒有對 你要怎麼賺錢 我給你的觀念是什麼 各位 一切都不重要 財報不重要 形態不重要 它的新聞什麼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它的位階 即便它財報再爛 新聞再爛 它就已經在底部了 它就不會跌了 那你買到底部的股票 你怕什麼 再來 先買底部的 如果說這檔個股 沒有任何的新聞面 譬如像航運 我跟你講鋼鐵跟航運 我那時候跟你講機器人板卡 跟你講銅的時候 什麼新聞都沒有 但是我看到了背後 有人開始在買了 有大戶開始在買了 底部沒新聞又不會動 卻有人大量的在進場 你告訴我這是什麼樣的訊號 很多的新聞 很多的財報不都是之後 長起來才會發出來的 這種東西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連我也沒辦法知道 但是我在這種東西對跟錯 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因跟果 它之所以有這個果 是因為之前有那個因 各位那個因 它才是關鍵 什麼樣的因 可以讓一檔個股往上狂飙 不就是有大戶在買嗎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了 跟電力相關的股票 大戶早就買了啦 並且從未來的題材性來看的話 它真的是滿不錯的 這個我之前說過 今天時間不夠 我就不再贅述了 我說調根本調不完 台電每一電的成本是4塊錢 結果它才賣你3塊多 而南韓就已經來到了4.46塊 所以即便調個10個 15個 未來789 用電的忘記的時候 它都還會再調 各位我都跟你說過了 所以在重電的部分 它的題材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跟你分享的 在1503市電的部分 在2024年 北美的訂單已經接滿 北美是誰 就是美國 而在明年的時候 渴望再進一步 就是越來越好 渴望再成長 那台電的電網強壤的計畫 這個4電也有吃得到 所以在成長率的部分 可以維持在雙位數的成長的百分比 那4電也擴大了 這個變壓器的產品線 他之所以要擴大他的產品線在哪裡 原因在哪裡 因為他今年的年底就要蓋完了 明年第一季就要投產了 因為美國那邊需要 變電 這個變壓器的相關的產品 需求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不管是市電跟亞利跟華盛 都用到非常的大 所以光是北美 跟我剛剛說的鋼鐵基礎建設一樣 就是拜登不停的撒 去撒這個資金下來 讓這一些相關的供應鏈 因為電真的太重要了 AI需要的就是電 當AI都已經漲很多了 我們就來看他背後的機會在哪裡 不就是在電嗎 台灣也要漲電 而且漲一次肯定不夠 七八九月他還有機會會再漲一次 題材非常的多 而且真正在財報跟訂單的部分 美國也有support台灣 那這種的類股當然要幹嘛 投以關愛的眼神嘛 所以從市電 你看都還沒漲 當時價格122 你回到2月15號12 感覺有多舒服啊 一直到3月26號已經來到了324塊錢 而到了昨天已經來到358 今天稍微整理就給他稍微整理 整體還是多方架構 華城 今年一二月 一樣喔 他也是做變壓器的部分 強力推升了單月營收的表現部分 跟去年 各位今年前一二月 加加起來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話 成長了201個百分點 華城受惠的是誰 就是美國政府嘛 他的電網基礎建設 就是這個基礎建設嘛 我都講在前面了 拉貨的需求 所以他今年渴望怎麼樣 再拼30個百分點以上的高成長 有題材 有未來 有成長性 股價又在低檔 又是政策做多 不管是台灣的政策 還是美國的政策 全部都做多 這種股票本來就會漲 各位你有發覺一件事情嗎 我鬼股指在帶你做的股票 我給你的這一些的好股票 都是本來就應該要上漲的股票 那你就是順著 整個大方向在做嘛 那你未來的操作 當然就會很順利 那來 講快一點 華城當時也在相對低檔 隨機部也是一路往上飆高 一到今天都還在創新高 包括了像雅力的部分 台積電也有 北美也都有 台東的這個雙軌 它也都有喔 那一樣從相對低檔 還不到100塊錢喔 才85塊錢 然後整理完開始發動 4月8號開始發動 趕快給你提醒 然後到了4月9號 第二根 4月10號第三根 今天4月11號第四根 對的股票漲起來 整理完它還會再漲 那像這個中興店的部分 你看前面的股票都在漲 一樣從相對低檔替代它追蹤上來 到昨天都還沒漲 不合理吧 它本來就應該要漲吧 今天就漲了 不是本來就這樣嗎 一切全都是本來就這樣 所以我在節目跟大家分享的個股 我不帶你去做高難度的動作 我帶你順勢而為 做這些本來就會漲的股票 那不用我幹嘛 它自己就會上漲 那你就跟著我鬼谷子 做我的股票 你未來的操作就會變得非常順利 像是銅 銅我也跟你講非常久了 我跟你分享的就是第一銅 對不對 那你看一下第一銅 一直到今天 都還在相對高檔 那漲太多會幹嘛 稍微亮縮會整理 未來都還有機會會再上 那講完了第一銅 我跟你分享的叫做 高頻寬的記憶體 812的至上 當時也在相對低檔 現在在哪裡 已經標起來了 又標起來了 我不是一切都講在前面嗎 以及像是軍工的 各位軍工 跟機器人相關的 2359的索羅門 你看 8033的 你看 都在相對低檔 然後慢慢的漲了起來 一切我都講在前面 那未來的航運跟鋼鐵 你就要好好地注意了 好 節目快到了 你挺我多少 我就挺你多少 請你利用廣告時間的電話 跟我的專員做聯絡 或者是加入我的LINE GO888 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你跟我鬼故子做聯絡 好 今天的節目 就先進行到這邊 願我如長風 半君行萬里 我是金融鬼故子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 measurement〔非常有關〕